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这个时候 斯里里的身世才被揭露 原来斯里里是南庆皇室后裔 他父王满是先帝丈兄 当年叶青梅来到南庆 经过一班观察最终选择扶持庆帝的父亲成王 这就导致了斯里里一家 除了斯里里和他弟弟 整个家族都被清洗干净 叫姓逃着性命的斯里里和弟弟 逃到了贝奇 徐之刚 朱虎穴又怒狼窝 费奇艾坦找到了他们 还用弟弟威胁斯里里 要他回去南庆刺探情报 无奈之下 斯里里只好回到南庆坐上了花魁 也因此遇上了范贤这个城市的冤家 而即使在我们这些死宅的拼命呼喊下 猫腻也好 庆如年电视剧的编剧也好 居然没有让范贤把里里推倒 只能眼睛睁地看着他回到北齐 嫁给了本氏女人的北齐皇帝赞豆豆 还要为了豆豆的借种大鸡 亲自去夏米亚 这让里里情何以堪啊 真是苦不苦 范贤逆不推里里就是个二百五 可怜的里里啊 本氏天皇会招惊之御夜 却在一夜之间被杀的只剩两个人 为了报仇 也为了保住弟弟性命 傅希罗威细作 谁知轻易弄人 竟然他爱上了仇人的儿子 没有被推到也就算了 还要嫁给了一个女人 谁看了都心疼 试问 如此凄惨的经历 竟于年里还有谁能打得过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